一首輕快的音樂 搭配上直敵的破音 這短短三十秒 在最近一個月裡 在日本非常非常的火紅 玩梗人數眾多啊 而且重點是 非常洗腦 哈囉大家歡迎回到 ZACK還有LOSAI的 民音調團局 大家都知道民音可以分成 好幾種不同的種類對吧 其中音樂就是很大的一類 而最近在日本就出現一首很紅的歌 而且可以說它爆紅的程度 是越來越失控 也難啦已經變成了一個音樂名 是啦就是這首 這首歌從三月份上線 到今天兩個月左右的時間 點閱率就已經來到了 並且啊今天出現了 非常多的二稿以及二創 這首歌到底是什麼來頭呢 而其中又有什麼小彩蛋呢 馬上帶大家認識認識 這首有趣的洗腦的歌啊 就是今年三月十五號 才由P主 Yugobi 透過到NikoNiko 以及Youtube上的 Kyoful Ulbaku 光是這種歌的名字啊 就很有趣了 Kyoful Ulbaku 中文翻譯常翻 強風大背喉 其中這個Ulbaku 是片甲名的外來語 直接轉成英語的話 像是在說 OBAK 但其實在日語的片甲名當中啊 直翻不一定是正確的英語表達 在這裡的Olbaku啊 指的就是大背頭 什麼是大背頭呢各位 大背頭啊 指的就是把所有頭髮 都往自己的頭後面梳 形成一種露出我額頭的這個髮型啊 在一個呢 影響很大的風的時候 都會出現這種頭髮 從這首歌的第一段歌詞啊 就會感受到那個風有多強大 天氣明明很好 卻無法前進 風大就像是要把我給吃掉 並且啊被風給輸了個大背頭 對的沒錯各位 強風大背頭這首歌啊 就是一首在描述出門時風很大 頭髮啊被吹成的大背頭的故事 相信啊 我們大家如果常常遇上那種 颱風天翩翩政府不放假 或是住在新竹的朋友啊 外面風很大的那種日子 有出門過的啊 應該都有這種經驗 就是啊 你好不容易花時間整理好頭髮 就這樣子 被風給吹成的大背頭 真的會很不爽啊 然而啊 就是這種淺顯易懂的歌詞啊 就像由繪師小金所負責的 超可愛又生動的動畫 以及中間啊 非常魔性的一段直抵演奏 一個瞬間啊 就要日本爆紅了 才剛上線兩個禮拜 3月29號 他的點率就已經突破了137萬 到了5月6號啊 更是直接突破了 1000萬的觀看次數 不過這首歌啊 只是作者Yokobi 目前所上傳的第三首音樂而已 所以有BOKAROIDO2 哥愛雪兒來現唱 而這位哥愛雪兒啊 他其實本身設定上啊 就是一名小學生 所以有許多人笑聲啊 哥愛雪兒啊 終於唱出了一首 背景還是真的符合他年齡設定的一首歌 在這首歌爆紅之後啊 又有更多的角色給 除了VTuber們之外啊 莉可麗絲 斯普拉頓的角色等等 也都後背頭畫 而且影片的二創啊 更是如海嘯般襲來 像是被改成風超大的版本 你們不覺得這首歌 在台灣也蠻適用的嗎 於是啊 就有一位來自台灣的動畫是 不是火鍋店 在前幾天啊 就上傳一個 裡面藏了超多彩蛋啊 推薦給大家看 請問新竹的風陣有這麼大嗎 影片底下留言 另外啊 還有很多很有趣的創作 像是 阿蒙古斯 或是 JoJo的東方贊助版 VTuber英巫女的版本 另外日本的音樂名YouTuber MolyMoly 還把這首歌跟一個新聞融合在一起 超級無違和 最後啊 甚至反客為主 連鴿子都變成主角 有自己的版本 而老超 自己最喜歡最喜歡的版本啊 就是這個 由日本的具現畫系YouTuber LoveMuch Studios 所還原的這個真能版 好不知 強風直敵 小學生背包 甚至啊 連那個小雙毛也都還原了 真的很強 從這些二創 就可以看得出來 這首歌在日本 現在是有多紅 到今天啊 已經連續七週啊 獲得 週刊Vocalo的排行榜第一名 是從以前到現在的第一首完成了五連霸 六連霸 以及七連霸的歌曲 然後呢 報告的點閱率啊 也讓日本的網友們紛紛開始討論 這首歌他到底有什麼神奇的魔力 根據日本NikoNiko的Origine News 討論版上網友們所整理的種種原因 對大眾的說法啊 表示 這跟Pocaloid本身的創作者們 有著很大的一個關係啊 因為Pocaloid的創作者啊 主要呢是在創作音樂 在作曲作詞的部分啊 即便是流行樂 都會用上許多叫抽象啊 難懂或是複雜的歌詞 這也是目前網路上所流行的一個趨勢 這幾年比較紅的歌啊 都有這種現象 但Ugobi的這首強風大背頭啊 卻是反其道而行 用的非常簡單 簡單到像是在寫日記一樣的歌詞 讓大家得到滿滿的親切感 而且非常好唱 朗朗上口 而這點啊似乎也是Ugobi他創作的一個特色 在他前面上傳的其他歌曲 像是 我的牙醫 也是一樣用很簡單很日常的對話來寫歌詞 從這兩首歌的歌詞看起來啊 感覺到好像有一點 無奈 或許Ugobi的創作動力來源 就是指這種日常事件的 無奈跟壓抑 把這些負能量通通轉換成有趣的歌曲 所以有時候啊 說不定反而簡單的音樂啊 更容易讓人記住呢 不過這首歌的MV當中啊 其實還藏著一個小小的彩蛋 你一看那個高麗菜他有大有願 就是這一段切這高麗菜的畫面啊 各位有注意到這個高麗菜有什麼不一樣嗎 就是它非常的圓對吧 這個其實就是在最近2016年啊 在動畫界當中 非常知名的高麗菜事件 常看動畫的各位 肯定啊 對作畫崩壞這四個字感到不陌生 什麼五官比例歪掉啊 人物跑到背景後眼睛就啪掉啊 等等這些都是很常見的事情 而在2016年呢 就有發生過一起 非常經典的作畫崩壞 那一年曾經有一部動畫叫做 夜明前的琉璃色 其中有一幕啊 主角團他們在切高麗菜的時候 畫面上居然出現了一顆 前所未有的高麗菜 老茶我自己從來沒看過這麼圓的高麗菜啊 就是因為這個高麗菜實在是有點太圓了 被日本網友抓出來編 變成一個高麗菜謎 當然也因為這件事情啊 讓很多網友們 紛紛的把高麗菜畫得好不好這件事情 是為動畫公司作畫崩崩的一個標準 而剛好在強豐大背頭裡 就有重現了這個梗 另外啊 在影片當中不是還要出現一段 鴿子大亂鬥的場景嗎 這位老頭真的不得不佩服YT演算法的力量 這個鴿子大亂鬥的場景也因為強豐大背頭的爆紅啊 意外被網友們給挖出來 從留言來看啊 兩個禮拜前的點閱率好像還不到一萬九 但這幾天老茶我來看的時候啊 就已經衝到四十幾萬塊五十萬了 想看鴿子大亂鬥的老茶把連結留在資訊欄 好啦這首歌目前在台灣地區好像 桃亂鬥還沒有到很高 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沒有被這首歌洗腦 或是聽到這首歌就是了 老茶這次覺得那頓直笛音真的太洗腦 而且節奏很輕快 Feedle直接買一把直笛回家練習 那真的要吹起來其實沒有這麼容易啊 算了啦先不要吹好了 好啦各位你們有聽過這首歌嗎 或是你可能已經中了這個魔性旋律的毒 不管有沒有到歡迎在這支影片下方留言 對這首歌有任何想法或是補充 也可以在這支影片下方留言喔 老茶這次覺得蠻有趣的啦 好啦我要繼續練習了 大家掰掰